可以看到外观基本上是可以达到9899新的一个状态 国内的人使用的话 他一般都会带一个保护壳贴个膜 所以说回收回来的时候 把膜截掉 把保护壳取掉 这台机器基本上就可以达到99新 大家好 这里是小姐姐 我发现一个问题 最近我讲解苹果手机一些参考下滑行情 很多人都是比较喜欢的 那么今天我就带来几款手机啊 目前当下的行情比较有性价比的 首先呢 有13破罗麦克斯256G的 然后还有13破罗国行的128G 接着还有11破罗的256G国行的 还有苹果11的128G国行的12破罗256G国行的 当然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苹果笔记本 他到底有没有下滑 目前当下我带回来的行情到底是多少 我们马上切换像头 那是个现在拿着我手里是一台11破罗 上期视频 我说了11破罗 那台64G的视频 受到大家的喜欢 因为这种机器 当下来说 它完全是够用的了 256G上个特像头 加上外观的小巧 所以说一直受到大家的喜欢 综合使用的情况下 它仍然可以扛上4年 也是没有毛病的 目前这台机器是一台国行4H的256G 因为国行的机器电池效率普遍都是比较低的 再来是一手的机器 可以看到外观 基本上是可以达到9899型的一个状态 国内的人使用的话 他一般都会带一个保护壳 贴个膜 所以说回收回来的时候 把膜截掉 把保护壳取掉 这台机器基本上就可以达到99型 像这种机器 我们带回来的是2850 当然我是建议大家更换一个电芯 可以达到电效率百分百 不过我们这台机器是没有动和任何地方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 来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看下一台机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12破了电池效率96 256G的国行sh 最近我们出的国行是比较多啊 因为这些货源实在太好了 都是一手的货源 就是一手的买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是12破了sh256G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电池效率 这边有96 像这种机器真的是天花板的存在了 外观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可以达到9899型的一个状态 像这种96的可遇不可求啊 三个摄像头比14号 两个摄像头了 6GB的运行内存又比苹果13号 我们再回来是4550 外观可以达到9899型的一个状态 电池效率96难道大家还不喜欢吗 用过45年完全没毛病 我们大家接着看下一台 好 这是一台苹果11 我们检测回来是一台无面容的 因为这台机器我们回收的比较便宜 这台机器我们带回来是1950 外观可以达到95型9成型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台国行的电池效率就一般了 因为国行的电池效率普遍都是一般的 我们来看一下电池只有82 1950无面容的行情 也就是当下的行情 因为它可以双卡的 外观可以达到9598型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台机器拿回来日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总好过那些卡贴机吧 毕竟它这是一台国行128G的 我们再接着继续看下一台 现在拿在我手里是一台13Poro电池效率还有97 我们走的行情是5750啊 大家看清楚5750就可以拥有一台国行97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池真实存在的 关于本机 关于本机没有毛病128G国行版本的外观可以达到9899新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些稀微的养发 我跟大家讲清楚啊 时间长了也不明显 然后分析数据 我们这边也要看一下 高刷的感受 看到我的操作是不是很吸引人 隐私分析数据这边没有任何的重启代码 这台机器我们来看一下电池报告 好 这台是253次充电i1年的机器96的电效率 手机上的话是97 说明这台电池效率97 用不了多久 马上就会达到96了啊 这个大家应该要去理解 因为它有百分之几的误差 我跟大家讲清楚 再看下一台机器 最后这一台是13PoroMAX 金色的256G卡贴机 这台机器的话是XF版的啊 电池效率99256G金色的 我们拿回来的航行是5150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本金啊 没有毛病256G 然后电池效率 我们再看一下啊99 像这种卡贴机的话 有些人就最喜欢了 有些人的话又说不好啊 见人见智了 我说的太多心也比较累 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 让大家看一下 做一个参考 这个是爱年1月份的机器啊99 充电176 研究报告全绿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在保修啊 还有160天保修啊 实处难得 这个DG4真实存在的 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笔记本是什么一个情况吧 啊 现在拿在我手里是一台MacBook 2016款的 这款苹果笔记本 说实话 主打的是轻薄 它真的真的非常的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薄 TopC接口的一个厚度 就是一个充电口的厚度 就成了一台笔记本 这台笔记本主打的是轻薄款 所以说它的性能是一般的 当然 我们播放视频 它完全也不卡的 它的声音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呃 办公啊 一些追剧啊 其实 完全满足当下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配置吧 这台采用的是2016款Core M7 1.3的8G的加512G的固态硬盘 2350就带回来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亲民 想当初上个月的话 还要三千出头呢 如今掉到了2350 着实不容易啊 着实很便宜啊 我们再看下一台 这里还摆了很多苹果笔记本 我们再看一下这台 现在拿在我手里是一台设计本15.4寸的2018款pro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配置 进度过来 它是2018款i7 6核的16Gb的运行内存 然后这边显示器是4万摩的2K屏幕 这边是500G的固态硬盘 像这台机器 所以 想当初前一个月还要8000多 那么现在呢 就是6000出头了 真的是大掉了2000左右 希望6核的2018满足完全当下的行情了 轻薄吧 手感全部是金属的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暂时的介绍到这里 关于苹果很多手机啊 很多笔记本啊 你们都可以写在评论处 我们下期见 拜拜